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我去找姜柳去 他或许是吧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少爷 拿着这个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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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找哪个二哥呀 我们找王爷二哥 二哥 我们上爷都丢了好几年了 我们也在找呢 干什么呢 有人跟我们说看他回来 二哥 我们上爷云游四方去了 我们大哥专门派杨汽车来接王爷二哥来了 他的兄弟们都在山上 就差他了 他真没在 他真没在 我在 好 你干得漂亮 你早就该这么干了 你别瞪我 真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这三哥读书把脑子给读坏了 从自打认识他开始 我就让他跟我上山当匪 让他当我师爷 他不干 匪得拉着我跟你们革命 革命革命 革来革去革得自己头破血流 还是不行 没办法 我只好自己上山自立山头 但是你好啊 你这一下就让他醒了 让他主动来找我来了 所以你不愧是我大哥 把人给我 我下山你 你急什么 听我把话说完 说完了我把人给你 你一分钱都不用花 来自 这些年你可变了 而且变化很大 以前你是心狠手不辣 有我们这帮弟兄 给你当手使当枪使 可现在你变得心狠手也辣 你居然亲手把三哥打成那样 老三 我跟老三的事 你少插手 放下娘子屁 我大哥跟我三哥掐成那样 我能不管吗 兄弟的事就是老子的事 今天你要跟我三哥 不把这嘎子解开 谁才娘子别要下山 大哥 我们把二哥请来了 老四 二哥 怎么 不认识了 你是山大王还是我是山大王 这胡子留得好啊 明天给我挂了啊 你挂了我得留成这样 好 老头 还喝呢 你喝了一半 你上哪儿去了 咱们头儿啊 看下山去接个兄弟 来来来 接着我 你都喝一天了 我可不陪你好 你们头儿可让你好好的陪我 你没听见啊 我喝酒 安德烈那箱子搁哪儿啊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问你话呢 喝酒 喝那么多干什么 没什么好东西 来来来来 你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凭什么信你啊 真没有 就他们一箱子破书 你们头儿啊 满嘴呼话 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今天咱们弟兄四人久别重逢 高兴 来 咱先走一个 大哥 二哥 大哥 我没有他这个大哥 我没有他这个大哥 有话好好说 老秦 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大哥 老秦 那咱们今天 不谈兄弟 只谈是非 是非 你也配谈是非 都扎住 话没说起谁都不许走 我坐下 你坐下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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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个东西放进房间了 你去拿吧 嗯 就这个 你自己看吧 嫂子 你看 这大胡子就是他们赤档头的 这些书都是他们赤档头的编的书 这书是谁的 那个赤档安德烈的 他人呢 管着呢 我要见他 嫂子 这个不行 这不是赤档 这是上帝 什 什么地 这根本是什么赤档的书 这是圣经 哎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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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嫂子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难道这是上帝最后的考验吗 这人上上后啊 又关在这里 每天也不吃饭 就是鬼哭狼嚎的好 也不知道说的是啥 你把门打开 嫂子 这也不行 头说了没他在场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大哥你先说 你先说你你你 为什么就把档哥的报馆给砸了 怎么逼着档哥走投无路 非得上山当土匪的 你问他自己吧 他怎么背心记忆不定却 散犯五次写文章骂政府 写文章骂政府 写文章骂政府我做错了吗 我问你 你们北洋政府 有草菅人民残害忠良有错没错 他们扼杀舆论 阻挠言论自由有错没错 用龌龊的手段恐吓逼迫 有牵连无辜 有错没错 我原先认你做大哥 那个时候是因为 因为你心里面还有还有老百姓 还有天下苍生 可现在呢 现在你只顾着自己头上的无纱帽 只为了那点俸禄 就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简直就是助手为你 那你说 我还不是为他逼他 他以为就凭他一支笔一张报纸 就能扭染天宽 社会改良是需要寻习渐进的 动不动就付出暴力 不要用暴力的是你们 那你写文章算不算暴力 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算不算暴力 你还嫌以前革命流的血不够啊 民国是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 你就忍心让他白白这么葬送啊 你好 那些圣经是你的吗 当然 那是上帝的杰作 你是法国人 是的 我原本带的美好的心愿 从法兰西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度 谁知道一出火车站就被拽到这里 难道这是上帝让我受难的旨意吗 你真的是一位牧师吗 是的 我拿了一箱子圣经 从巴黎来到北京 整整两个月 就想在这儿水山活着的国家 办一个孤儿院 可惜事与愿违 我承认 现在的民国政府 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你想过没有 它的存在 难道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都是我们急于求成的结果 再说了 一个有缺陷的政府 总比美政府强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温火炖药 慢慢改造的 行了行了 就别再用你的谎言来 来掩盖你的罪行了 小刘 那李大钊先生 你们的政府 连李大钊先生这样一个文弱书生 都不愿意放过 对若小政党更是肆意屠杀 这样的政府 早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再次提醒你 这是赤党言论 小心把你当赤党杀了头 我就搞不明白了 这个赤党 到底犯了什么罪 非得要杀头吗 二弟 你别参考 我关你的事 我一直在想 如果李大钊先生的赤党 可以医治你们的政府 我宁可成为这样的赤党 你要是在意孤警 到时候别怪我 没提醒过你 我不用你提醒 我很清醒 我一直都很清醒 二哥 他们俩说的我也听不懂 你赶紧劝劝他们俩 两个人道不通 不相迷惑 我以前也在法国待过 曾经有一位牧师告诉我 要我放下心中的石头 用爱去宽恕一切 负责 我三年前 我一个美丽中国公主说过 她说我来到中国 就给我做豁腸枪吃呢 可是我还没弄清楚 什么是豁腸枪呢 就被贯在这个ガ矩死的地方 我的孩子 你就要记住了爱 每天都会是圣诞节 谢谢你 也希望你能来中国 我让公公给你做佛跳墙 愿上帝保佑你们国家 是这种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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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这么绝情 那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经水不犯河水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四弟啊 把安德烈交给我 我得下山 那哪行啊 你今天你你不跟三哥握手言和 人我不给你 没时间跟你们继续 没时间跟你们继续 早啊 怎么了 晚宇 里面关注的洋人是牧师不是赤党 是牧师 你怎么知道了 我在法国的时候就见过他 在法国 好 万能的上帝 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候送来光明 雅克牧师 是你吗 雅克牧师 您自由了 牧师 您不认识我了 上帝永远不会忘记每个瘦男的孩子 主啊 你更让我坚信你的无所不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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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鬼子 什么意思 雅克先生来到这儿就是想办所孤儿院 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 你 谁 你不是那些敌人 乌兵 乌兵 他说你们呀全都是土匪 杨先生 你说对了 老子还就是土匪 要不我绑你干什么呀 我帮你祝福了 他说上帝会收拾你的 杨先生我告诉你啊 你的那个上帝呀管不了这儿 老子这儿归玉皇大帝管 三哥你又瞪我 你我又不知道你们是老相识 那再说了我要不绑他 那还有别人能绑呢 对吧大哥 你也瞪我 不提这事我差点忘了 大哥你什么时候也干起我这买卖来了 抢我饭碗 今天趁着弟兄都在 你把这事给我好好说的说的 你别跟我胡叫蛮缠 我正在抓一个赤党 叫安德烈 雅克先生是牧师 他不叫安德烈 也不是什么赤党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看看 看看这箱子里的东西 那不是赤党是什么 好 嫂子 我们哥几个聊点事 你跟这杨先生先回避一下 啊 那我们先出去吧 那我们去 还有 送 这箱子谁的 那牧师的 牧师有这个 到底谁的 你个老不死的 你在老的山上敢斗我东西 你想死是不是 你这不抢细腻的土匪 我都知道你在骗老猴子 你干什么干什么 停 我告诉你 这件事要捅出去 可是要掉脑袋的 你说 这箱子 是谁的 我的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不可奉告 江流 我可告诉你 你不要什么都往身上懒 你口口声声是为了满意 你这是为了满意好吗 行了大哥 我不都说了吗 这箱子是在山上找着 那就是老子的 这老子外头结回来得行了吧 今天事儿我不想多说 不管这箱子是谁的 这箱子是谁的 你找什么呢 王四 我东西不见了 你怎么那么闹肿啊 敢做不敢当 什么时候让三哥替你挡着 回头我再给你们解释 这些东西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少给我扯呢 有什么东西比咱们兄弟情更重要 钻石 金子海之前的石头 一定是丁桂拿走了 站住 站住 你敢跑 老师 跑 把老的东西给我拿出来 什么东西 给我装饰了 你别别别别 推 东宝 到 动我大哥下山 是 得的了 这凤鸣 中午这土匪真是无法无天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哪 这分民哪是没法您放在眼里 这帮家伙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他们了 这穿到许先生那儿 一会儿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拿着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不想结块生枝 如果传到许先生那儿 你也一样 吃不了兜着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周禄干那些够的 就这玩意儿 比亲在走之前 还给我 凭什么 我跟你说了 他对我很重要 那对谁不重要 好意思的嘛 你现在说是你的了 那刚才大哥质问的时候 你怎么不承认呢 真有意思 还是我三哥仗义 我没白认你 这玩意儿也是你的 那老子玩的半辈子想 还从来没见过这样 你这些年干嘛去了 你别跟我说你跟我干的同行 这些那些你 你都是抢来的 行了行了 你就别逼他了 他就是你们要找的安德里 说得不错吧 闹了半天 大哥要抓的人是你 你才是那个真正的那赤党 你们俩这玩什么呢 行行行别担心了 没听大哥刚才说吗 那明摆的是放泥马的 这么多年我发的事多了 大哥哪回都是 睁着眼闭着眼的 没事都是过命的兄弟 兄弟不帮兄弟的 帮谁呀 大哥 你们赤党 怎么那么有钱呀 这些钻石都是干嘛的 我说了不是我的 是别人的 还给我 你说不是你的吧 那行 我收着了啊 还给他吧 三哥你这么金贵东西 你贵东西吧 还给他 许许我听你的 行啊 你收着吧收着吧 好好保存 看什么 这个我死活不给啊 不能白忙活一场啊 你说也不管用 葵事长请放心 今天事啊 我就等什么都没看见 开车 天官 天官 余队长啊 这又上哪儿逛逛去了 你个老乡 这逛个窑子还有专车呀 哪儿攀的高知啊 对了 你就别挤待我了 卫司长的车 借我去办点事 哪个卫司长呀 内务部的卫国卫司长 你的顶头上司 真行 老熟人 老熟人了 那他 是找你办什么事呢 还是捞什么人呀 哪能呢 没事 就出了趟城 要不哪天 把你们一块约出来 坐坐 走啊 那行 那你先忙着 咱们改日再聚 改日再聚啊 屁 老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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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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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不那么说 你觉得昨天的局面 会那么容易收场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告发你呢 我跟他交过很多次手了 了解他 你这次回国 带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 有什么要紧事吗 本来是要见李大钞先生 可他已经不在了 我知道 回来的路上才知道的 他是个有骨气的问人 李先生牺牲了 负责跟我接头的同志又被捕 这些钻石是共产国际 支援我们革命经费 我不想轻易地落到北洋政府的手上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我了解你 我看了你给李先生写的文章 谢谢你的仗义之言 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 我想起了当时你在创办新生时报的时候 还兴识旦旦的要开启民治思想救国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约了这么多的人 你还没有改变你的初衷是吗 你究竟想说什么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啊 开启民治思想救国 这是百年大击 可在当下这个乱世上 谁又能容你施展报复呢 才能容你施展报复呢 那我就应该信奉您您的中意 其实类似的话几年前卫狐也跟我说过 可是结果你也看到了 你了解我们的主意吗 我跟你讲 这两者不能同日而已地共产主 确实构划出了完美的蓝图 不过主意和世界是两回事 你我先前一起干了那么多个事情 可是时至今日你也看见了 你 我 人民 有谁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罪名 你没变 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到现在 你心底的那一腔热血和激情 一点都没变 那好 你既然知道了民国的病症 既然已经感受到了那么多的愤怒和不公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选择屈服和忍耐 为什么 我只是想带着玩乐一起回广东 过属于我们的单独内 这不是你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于你自己 我不是叫你相信我 我是叫你相信你自己 想想想我们当年年少气傲 总想干出一番大事情 想拯救四万万同胞 建立一个新生的终枉 这种理想错了吗 这种理想错了吗 没错 这么多年过来了 我们撞了头破血量 伤痕累累 我一直觉得 这是为我们的理想 所付出的代价 我不是要劝你信我的主 我是想告诉你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有理想和信仰 如果这个理想 是为百姓谋福祉 求尊严 即便是吃再多的苦 再多的难 便是幸福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 在苏联所寻找到的主意 刚才你说得对 主意和实践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我一直的疑问 可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的主意 是可以活生生变为现实 因为我踏战过 北方的那片红色的土地 而且是亲眼看到的 有没有 想当初我们一腔热血 拼了命地图了什么呀 不就是图个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吗 看你看 我们半生苦苦追寻的理想之地 这叫老四轻而易举地给实现了 王爷自从来到这儿 你别的开心了 一个没有苦难 没有压迫的乌托邦 谁又会不开心 可像这样的世外桃源 真正能存在多久 你不是说我带婉遇去一个安静地 是吗 这是我的梦想 那我问你 现在的中国哪里来 只要老百姓还生活在苦难之中 就没有真正的失望 而我们的主意 这是要把生活在苦难中的 百姓解救出来 为他们建立一个 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的国家 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能让满月 让 让我们所有人 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正在分批地销毁 还捣毁了几个赤档的窝点 和两个秘密的印刷厂 人呢 抓住了一批 其余的还在搜捕之中 记住 凡是出入苏联大使馆的人 一定给我盯紧了 或许 还能捞几条大鱼呢 总长放心 都安排好了 好了 你去吧 是 总长 总长 那个叫什么安德烈的 最近有帷幕没有 这件事情魏国负责 昨晚我见到魏寺长了 他干什么去了 听说 出了趟城 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 我也认识 谁啊 宫德莲监狱的丁棍 这个丁棍呀 我是知道的 坑莫管的骗 一度都回来说 行了 都该你管的事了 别想操心 去吧 是 废级 我 직方 倒不善 我狄 不善 丁棍 我去ure 可以 Deutsche 她不会出事吧 程小姐 我比你还急呢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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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回来 事情怎么样了 一个好消息 不过 还有一个坏消息 我昨天 亲自去了趟山寨 先生 周鲁抓那个人 的确不是安德烈人 是一个牧师 法国人 法国人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 和你的弟兄们 扯上了关系 就是赤党 也洗白了 先生 您是什么意思 韦国 你是我最信任的弟子 我不信你 信谁呢 我已经吩咐警察大队 就是把北京城给我翻个底朝天 你要把这个安德烈 给我找出来 我 我那个当土匪的子弟啊 已经答应我们就李先生了 这是好消息 太好了 那坏消息呢 没想到魏国也在山上 我还能帮着安德烈 我从苏联带回来的重要东西 也被他们发现了 若兰 您回想一下 那天在火车站 是谁陪你去接的吗 还有两个同志 谁跟周鲁交过手 邓康 他说他打不过周鲁 让他把人给劫走了 那这个人 就是叛徒 我可不想再绑错人了 那周鲁跟我讲 这个人把安德烈交给他的时候 说他是大哥的人 你确定安德烈是个个人 我只听李安明提过一次 但究竟是不是 只有李安明知道 最近你那边 有没有什么风声 之前张若兰成了我的替罪羊 我想接机除掉这个后患 但从转移之后就不见他 给我盯紧了点 你又安德烈的消息 马上通知我 是 当务之急 我们要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 暂时顶替李安明同志的工作 鉴于我们三个人都是党员 我提议 以民主选举的方式 选出临时负责人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 我也同意 那好 我们选举开始 首先提议阿翔同志 同意阿翔 成为临时负责人的同志 请举手 一票 同意张若兰 成为临时负责人的同志 请举手 举手 现在提议王英同志 同意王英 成为临时负责人的同志 请举手 少爷 这可怎么办 全票通过 我宣布 王英同志成为新的临时负责人 即可生效 大家表示一下 同志们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上级了 阿翔 你要隐藏好你的身份 因为你 还是一个秘密的棋子 绝对不能暴露 明白 若兰同志 虽然你的身份已经澄清 但如果暴露 还会有危险 所以 在没有出到邓康之前 你还要继续住在这里 尽量减少外出 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好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回去吧 你也早点休息 少爷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以后我是叫你少爷呢 还是叫你安德烈 如果有外人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叫好少爷 对 如果像今天这样 我们三人开会的时候 那就应该叫同志 明白了 王映同志 阿翔同志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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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